黑色轎车高速行事一面而来 尽管站在路中的多名远警试图阻拦 但是男子不顾警方安危 完全没有减速 反而加速冲过零检站 轎车高速行驶执行远警 只好跳开自保 待命的警车立刻加入围部 但最后担心危机用路人的安全 只好放弃追逐 二十四号警方在高雄的重要路段 进行封路拦检酒驾 一个半小时一共取缔了七件酒驾 有些民众试图回转绕路 但都被远警试破拦下 我们昨天成果蛮丰硕的 我们总共插到七件 那然后事件是零点二五以上 公共危险罪的送侦办的 冲过路检点的逃逸车辆 警方透过车牌锁定一名 二十六岁的黄姓男子 将依法对驾驶开单告发 其他涉嫌酒驾的嫌犯 也都带回派出所继续侦办 杰伊红荣高雄报道